国民党里常穿旗袍拜年用简体字发新年快乐 绿梅又酸 据台湾At Today、新闻云等台媒消息 被称是最美里长的国民党台中西区公民 李里长林精灵 在除夕于脸书发布一张身穿旗袍的拜年照 岛内绿梅民事新闻网则注意到 林精灵照片上印有简体字 新年快乐后开酸 并借亲绿网友之口声称看到简体字很不爽 对此林精灵则表示单纯拜年 无任何政治意图 不会换掉照片 据报道 林精灵除夕当天在个人脸书发文拜年 林精灵表示 古年行大运 除夕平安赢财神 去年经历了疫情下的动荡不安 还好有身边的彼此互相支持往前行 但过去将停留在过去 新的一年除夕辞旧迎新 古年象征着一切充满力量与前进 精灵感谢一年来大家的支持与鼓励 期许大家生活与工作如虎天翼 俯虎生风 值得注意的是 林精灵还在 这条铁纹除了配上了自己身穿旗袍的照片 照片上还印有简体字新年快乐的字样 岛内绿媒民室新闻网看到林精灵发布的简体字 新年快乐 祝福后又酸了 还借一些亲绿网友之口讽刺并抱怨道 真丢脸 看到简体字很不爽 为什么不用我们再使用的字呢 云云 然而 也有不少岛内网友对林精灵表示支持 很棒的滑灯旗袍风 不管未来选择 不管剪繁体 走自己的路服务众人加油等 At The Day 新闻云称 林精灵透露 照片是以前拍摄 并非为了这次特意穿上旗袍所拍 但为了顺应在岛内近来很流行的电视剧 华灯出上的话题 才选这张照片 对于有网友不满文字使用简体字 林精灵表示 没那么严重吧 并提到照片文字使用美图软件制作 会选择这图案单纯是因为色调符合服装 并没有任何政治意图 文字是简体字 繁体字不重要 重点是向大家拜年 也提到不会把照片换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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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